你太高估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了 你以为我在心里还设意佛刊天天拜你 你不会整个小人天天扎我吧 怎么会有这么自主多情的人 为你做个小人我都觉得浪费手工 我早就把你忘了 你要真忘了我你就不会来这 跟我说这些 我们行了 怎么了 关公 恭喜你啊 我不管 要不然就三天 三天找不着工作 我去银行把那卡停了 关公 你不许走了 我让你来帮我复合的 结果你一走了之了 这叫什么事 我爸现在越来越生气了 三天之后要把我早地出门了 你说我三天之后我信用卡也没了 是不是我也无家可归了 我得多可怜呀 从头到尾 我就只看出一件事了 你爸爸为了你什么事都能够做 如果你露宿接头的话 你爸甚至可以陪你创业出二人传 姐 这么说你是意外身家了 这些都不重要 只要你们让我在复合事务所能够上班 你们想要什么 随时跟我说应有尽有 想要多少有多少 我马上把办公桌给你收拾好 你喝什么可口味的咖啡 以后你就去我旁边了 你怎么够了 恩公早上好啊 干嘛呀这是 我来办入职手续 啊 入职手续 谁提准了 他们 全票通过 怎么回事叫上 不知道 我没头部票啊 林柯阳 五年前在上海的一家时尚杂志社出了的编辑 她的现任女友叫方淼 是一个舞台剧演员 她可是真够浮夸的 公众号都抖这个风格吧 不过现在年轻人啊 就撤这套 林柯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只有接了面才知道 我明白了 我就好好研究一下您这单的可行性 如果有确切的消息呢 我会再给您打电话呢 林先生 不是 这单你们不接吗 确切的说呢 是不一定接 为什么呀 安哥 我觉得这一单咱们还是要接的 你看林先生他那么深情 你说咱们要是不接的话 他也多可怜啊 喂 叶子叶子 你在哪呢 我们已经出来了 怎么样 一切顺利 接下来就看你了 他这么大腕 你这样不预约就跟门拜访的话 十有八九不会接你的单 你要随机应变 交给我了 泡沛 完不完的了 来他 够了 这一夜之前就是 林婶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 我来之前 我淫川的朋友都劝我别来 为什么 他们说你肯定不能答应我 我来了也是白跑 其实我都已经做好被你拒绝的准备了 不会 不会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你人这么nice 插个手链 您把手机还给我 你不会没发现 咱俩手机拿错了吧 昨天你帮我挪车的时候 麻烦您转身能去看一眼吗 我拿着 走吧 我拿着 祝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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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误会了我 昨天我们公司聚会 那姐妹喝大了没地去 她就是我一同事 你找我干嘛 我打你 我不是为了管你天亮相做破事 我是为了你姑娘